那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选举结果 国民党在这个 趋于立委 拿了52席 拿了52席 然后呢 在这个 全部的 全部的这个立委委员拿了52席 民主共产党拿了51席 那这个在席次的比例上 国民党占 略多点 但是国民党的 得到的 总票数 是比民进党 略少 因为它有一部分的 区域 它的区域是 像金门 马祖 或者是 外岛 或者是 原住民 可能 每个区 基本上 这个 他那个选民的 得到的总票数 并没有是完全相等的 越南相等 所以 国民党 他拿到了席位 是46.02%的席位 但他票数并没有 比民进党多 那但是也 非常接近 所以台湾就是 形成了一个 很稳定的 两党的政治 在轮替 我认为 这个是很成熟 那这次 这个 帝华委员里面呢 就是 民众党 第一次 拿到了 巴西 尤其是在 部分区的地方 拿到巴西 而且 在这部分区的地方呢 他拿到了 22.07%的 这个支持度 相当的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得到 未来 民众党如果 大量的 从这个 市议员 县议员 或者是 地方民代 大量的去提 让他的那个 他的支持众 能够深入到基层 深入到在地 的组织 我相信 台湾民众党 也有相当的可能 未来会 甚至有可能 会取代国民党 或者民主进步党 那我的意思 不是说 国民党 比较不好 或民主进步党 比较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党 只要他坚持 他的理想 为人民服务 就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们看到 那个五党籍 里面有两位 高金树梅 其实 五党籍 他很认真的去 做他的立法委员的 该做的事情 也一定会有 一定比例的支持者 会让他当选 所以 我还是强调一下 就是说 只要代表 民意出来 竞选 都是值得 我们尊重的 都不应该 把他轻蔑 那这一次呢 平均年龄呢 是降到了52.83岁 52.83岁 那相当的年轻 相当年轻 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我看 不管是外国的官选团 还是海外华人的官选团 他们所做的报道 在网红 或者是自媒体 都非常称赞 台湾的选举制度 那这个制度 我觉得 我们也要感谢 当年的执政者 国民党 他来到台湾以后 把台湾的经济 做好 把台湾的民主制度 建立好 落实所谓 当时所谓的 三民主义 在台湾 当然也要感谢 当时的 这个党外人士 后来成立了 民主进步党 他们那些人 这个追求 民主 这个 反对界缘 所做的努力 所以这一路走来 也有一些人 后来离开了国民党 后来离开了民进党 变成了无党籍 我们也要感谢他们 他们也很认真的 所以 这个民主大戏 不能只有执政党 也不能只有在野党 他是执政党也需要 大的在野党也需要 小的在野党也需要 好 即使是废票 投废票的 我们1954万的选民 选举总统 投出了140405万张的票 其中有10804张是废票 废票占7.157% 我觉得废票也代表一个新生 你看7.157%的废票 如果废票拿来当作一个意见 或者一个党的话 这废票也可以分配到 不分区的立委的资格 我这样讲是开个玩笑 但是这事实上就是代表 我们应该也要尊重 他们的想法